本代灵魂2是由花莲县文化新传奖得主李鸿斌老师 和社区大学武贺国小等学生一起展出 透过李鸿斌老师他的艺术理念 凝聚社区大学师生们对艺术的热情 也把艺术带入生活当中 来观展的来宾可以透过这次的展览 发现艺术就是生活,生活就是艺术 花莲县文化新传奖得主李鸿斌老师 除了持续不断进行创作 他更热衷于社区与校园的艺术文化教育推广 从小学到社区大学都是李鸿斌老师他授课的对象 今年8月份应文化局的邀请 推出了一档李鸿斌师生连展 主题就叫做《等待灵魂2》 这一次很荣幸在花莲县文化局的美术馆 把我最近的学生有社区大学的西化班 还有这个文化局补助的一个这个 礼拜六的周六的这个美术 美术研习营 还有就是刚好我上课的时候 最接近这个展期的一个武贺国小的小朋友 所以总共大概有60件作品这样子 对对对 希望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分享到 我们这一次那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创作 那等待灵魂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慢火慢火这样子 对 然后爱好艺术 然后再发掘自己内心里面的艺术的种子 谈到艺术创作与教学 李鸿斌老师用充满热情和活力的态度表示 只要喜欢 只要愿意 只要有快乐的心 一定能够画出丰硕成果 对话 基本上来讲我们是比较纯属学院派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技法分享以外 我们还有讲到理论 然后甚至我们延伸到为人主事 因为教育美感教育部分 我非常强调给大家的就是 那个多替别人着想的一个善良 还有不用提醒的自觉 这些生活美感里面的一个重点 都是我十分重视 也乐意去分享的 因为我们的绘画的孩子也好 或者是家庭主妇也好 基本上他们都是从零开始 对 所以大家来的 会给他们无限的这个鼓励 鼓舞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说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的话 给他们是给他们最大的鼓励 也持续希望说他们有机会 然后呢 等待灵魂二三四五不断的下去 是然后把这样子的一种美学概念 延伸到每一位民众 李鸿斌表示 艺术的学习除了有兴趣 有好奇心 还要带着快乐学习的心态就足够了 这样的初衷就是创作的原动力 今年举办了等待灵魂二 希望未来还有等待灵魂三 四五等等 能够把艺术学习的理念传承下去 也欢迎大家来参观这一次的展览 透过作品了解创作者的想法 也感受每一件作品 他的灵魂所在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